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2024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分組賽週六凌晨繼續進行各組 到時B組的法國張作客荷蘭 兩隊最近6次交鋒 法國贏下其中5場 價值首場還半場就贏荷蘭3比0 今次再戰法國有望完成對荷蘭的雙殺 荷蘭金瓶大名單失去旁具影響力的法蘭基敵裝 馬泰斯迪列治、高迪加普和曼菲斯迪比 之後費力根、史提芬、貝格曉斯 以及道因古普美拿斯也因相退出 至於米奇郡迪芬、謝利米費林邦 伊恩馬特辰以及拜仁波貝比等00後球員 有望迎來首次為荷蘭踢球的機會 對朗盧高文來說 這樣的場景或許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因為荷蘭在首循環交手法國的比賽中 也同樣遭遇到類似大面積傷病潮 而該逆球隊慘腐法國0比4 好消息的是 荷蘭今屆外圍賽發揮上算可以 四輪戰霸三勝一負 首循環慘腐法國情有可言 就是他們在外圍賽分組賽中被法國傷殺 只要在接下尼和希臘、愛爾蘭以及直布羅臺的交鋒中 保持固有的水準 荷蘭仍有望以B組第二的身份殺入決賽中 目前這支荷蘭在朗盧高文的條道下 比雲哥爾時期更純相進攻 儘管朗盧高文最喜歡的數名攻擊手相決 但他仍有機會排出沙維西蒙斯 當夜以馬倫以及史提分貝為因組成的三叉擊 比起法國的人才仔仔 這樣的前場陣容還是略顯航酸 沙維西蒙斯需要為其個人國家對處子入球而多加努力 總體然而 荷蘭的實力是足夠他們所定一個決賽州的席位 不過想要擊敗法國 至少目前這支荷蘭還是有點癡人說夢的味道 這輛外圍賽分組賽 法國仍然是攻防兩方面最為出色的球隊之一 五輪戰霸小組內入球最多有11球 而失球數為0 與葡萄牙一同成為分組賽所有球隊中的二類 目前法國在B組中全勝領跑 如果金將交手荷蘭保持不敗 就有機會提早鎖定一個決賽州的席位 雖然法國中後場主力陣容因雙有所缺失 不過不犯人才的法國貧殖其封口的板凳深度 手押伊巴謙馬哥拿迪 和盧卡斯匡蘭迪斯等首將的法國 防守方面相信不會退色太多 此外,不如忘記 法國仍然擁有包括基利安密巴比、安托恩基斯文、 奧利維亞基奧特、蘭道高露梅安尼、 馬古斯杜林等歐洲最為出色的攻擊手 那無疑是荷蘭無法倫比的 在與荷蘭的首循環較量中 基利安密巴比就Carry全場 兩射一傳的表現令他毫無疑問當選全場最佳 儘管法國頭牌近期狀態欠佳 但他仍會是金像最被關注之人 風善老將奧利維亞基奧特今季表現仍夠搶眼 在球會黑串門將撲出單刀的神勇表現更是不可思議 再加上重返馬體會後狀態穩定的安托恩基斯文 這三人就是法國今次輝軍贏球的最大倚仗 考慮到法國最近六次交手荷蘭 錄得五勝一負的壓倒性戰績 其中唯一一場敗仗就是著客錄得 因此就算球隊在陣容面以及對賽兩方面困憂於何 今次輝軍也切勿輕敵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先去看 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體盡足球、籃球賽事